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恒一说完 很多粉丝给张恒这个拍手叫好 认为张恒是正能量 郑爽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了 一些网友敢叫郑爽对孩子不负责任 不过官司既然已经打完了 咱就甭说这个谁对谁错了 对吧 紧接着郑爽跟张恒30页判决书在网上公布了 不过这判决书倒是鸟语 小编看不懂 有的英文高手就给他翻译过来了 意思就是张恒获得两个孩子单独抚养权 而郑爽一星期有三天可以看孩子 每天看孩子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等以后慢慢的增加看孩子时间 光看孩子还不够 郑爽还要上课 那就是郑爽之前在法庭发飙 爽言双语给美国法官吓到了 让郑爽参加一对一半年的培训 让郑爽多多消息这个育儿知识 以及这个保持心态平衡等等知识 米国法官认为张恒也有问题 对郑爽跟张恒都特别失望 然后还让郑爽跟张恒一起去学习60天二级育儿的课程 并且还得给郑拿下来 给美国法官端过去看 郑爽跟张恒一起去考证了 这俩人又可以一起交流了 郑爽看来要在美国忙一阵子 然后赶紧提前考完证回来 回来还有很重要的事 那就是接受调查 也就是说郑爽过阵子能回来 而张恒短时间他可能回不来了 因为张恒要学习很多育儿知识 又要考证 并且张恒被限制高消费了 张恒如果回来 想都甭想 也是医生官司等着他呢 对吧 短时间张恒够相能回来 不过有件事小编有疑问 你说这俩人打打闹闹这么久 以后能不能因为孩子 他俩才和好了 这俩人都是宁可给自个儿毁了 也要毁对方的人 其实他俩还挺般配的 真的不好说呀 好了本期小编就落到这 郑爽近况曝光 将与张恒一起上课考证 你对郑爽跟张恒咋看呢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 点赞留言告诉小编哦 想看更多最新八卦娱乐 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